俄罗斯总统普丁周二表示 在经过不到两个月的人体试验后 俄罗斯已经成为全球第一个对中共病毒疫苗完成监管批准的国家 而他的女儿已经接种 不过由于只有约10%的临床试验获得成功 且尚未完成最后阶段的大规模人体试验 许多专家对俄罗斯仓促批准疫苗感到担忧 认为存在很高的安全风险 周二纽西兰结束了长达102天无新增病例的记录 在最大城市奥克兰出现了四个新感染病例后 纽西兰总理阿尔登宣布作为预防措施 奥克兰将从周三开始实施为期三天的三级管制 人们将停工停学并禁止10人以上的聚会 英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4至6月英国的就业人数减少了22万人 创下自2009年以来最大季度降幅 首相强生周二警告 未来几个月英国经济仍然艰难 复苏经济将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 日本周二新增确诊病例降至695人 连续第二天低于1000人 不过日本在过去两天的病毒检测数量 锐减至平时的一半以下 被认为是确诊数字明显下降的主要原因 从周四开始 日本将进入于兰盆节长假 各地政府呼吁民众尽量待在家 减少外出旅游 印度过去24小时新增53600个确诊病例 连续第13天单日新增超过5万 印度当局在新德里启动了流感检测诊所 加大病毒检测力度 截至目前印度累计确诊人数 已经超过了230万人 遇4.5万人死亡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